三棵小树苗儿童圣经床边故事 品格塑造系列 亲爱的家长小朋友 谢谢您收听三棵小树苗儿童圣经床边故事 这一系列的品格塑造故事 都是根据圣经所编写制作的 第一集创世纪故事 第二集初埃及纪 盼望我们一起来学习并建立良好的品格基础 好 现在跟迪波拉牧师一起进入圣经的世界咯 奇妙的计划 Let my people go 出埃及记 亲爱的小朋友 记得旧约创世纪故事最后记载的主要人物是谁呢 对 约瑟 自从约瑟成为埃及人的宰相之后 他为埃及法老王管理全国上下的国事 特别是在他执政期间 埃及和迦南各地都有严重的饥荒 就这么奇妙 上帝透过这件事拯救了约瑟的兄弟和他的家族 记得约瑟共有几个兄弟吗 十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对 他们都是雅各的儿子 雅各是上帝所喜爱的人 他的名字也叫以色列 起初他们为了躲避饥荒 而从迦南地迁移到埃及 圣经记载这个家族当时只有七十个人 这七十人住在埃及 一住就住了四百年 这四百多年里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戈山地 以畜牧为主要的工作 没有想到四百年之后 以色列人的后代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族群 这个族群生养众多 预估当时的人口超过了两百多万人呢 两百万 好多是不是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哦 就这样多的人口成为埃及人的担忧 接下来一连串的故事 底波拉牧师要跟小朋友说的是 上帝要带领以色列人回到上帝所应许的家园 迦南地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精彩的故事吧 法老王的坏主义 亲爱的小朋友 你知道以色列人吗 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 他的特别是因为上帝选中 他们要去完成上帝的拯救计划 不过自从约瑟当宰相之后 他们因为饥荒而迁移到埃及地 一住就住了四百多年 在埃及的肥沃土地上牧养羊群牛群 比起迦南地可是轻松舒服多了 以前在迦南过的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你记得什么是游牧生活吗 游牧生活就是为了食物而搬来搬去的一种生活方式 野洲是指一个民族为了寻找生活资源 不断地从这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当时都是以水源为主 哪里有水或是水草丰富的地方 他们就会暂时居住在那里 但是当水源、资源都消耗完之后 他们又会启程找新的地方居住 记得以色列这个民族 他们来到了埃及之后 法老王给他们一块有丰富水源的戈山地 他们不需要再过着一个不稳定的游牧生活 因此生活安定 人口就越来越多了 在400多年里面 他们人口增加到200多万人 这个庞大的人口啊 渐渐成了埃及人的担忧 400多年前 约瑟是举国上下的功臣 不单是受百姓的尊重 连法老王都非常的宠爱他 因为约瑟有上帝赐给他的智慧 不过啊 一代一代的过去了 没有人记得约瑟是谁了 有一天 新的法老王接任王位之后 他对大臣说 嗯 我们国内有一群人令我非常的担心 王上啊 你说的是 嗯 就是住在戈山地牧羊的那一群人 你说的是西伯来人 是啊 王上 那一群人跟我们纯正的埃及人 非常的不同 又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居住 养的又是一群人讨厌的深处 跟我们埃及人真的是个个不入 王上啊 他们还真奇怪呢 人口啊 日益真假 他们的人数 多到成了我们的危险 万一哪一天 哪一天 是 万一哪一天 联合了我们的敌人来攻击我们 那我们不就馋了吗 王上 我 倒是有一个妙计 哦 妙计 于是 他们想了一个严酷的方式 来管制西伯来人 王上啊 依我看啊 既然他们这样的强壮 倒不如把他们的男丁都招出来 为我们做些劳力的工作 见货畅 见骨畅 王上 你觉得如何啊 嗯 好主意 你们家派一些都工 好好地管理他们 绝不可松懈 就这样 这些西伯来人 开始为法老 建货昌 建骨昌 他们从货泥开始 在制作砖块 这些劳苦劳力的工作 有时累了 或是做得太慢 都会挨鞭子打呢 你们干什么 为什么停下来 监工 给我休息一会吧 休息 你想偷懒啊 你们这些西伯来人 就只会找借口 起来起来 我 我实在太累了 我 我太累 动不了了 少废话 你们再不上空 你就吃鞭子吧 埃及人 就是这样残酷地 对待西伯来人 不过说得也奇怪 无论埃及人 如何用经营方式 来对待他们 西伯来人的人口 却没有减少 反而更增加 并且身体也更加的健壮 各位大臣 你们看 我们哪用经方式 让那些西伯来人 为我们做工 但是 他们却一天比一天 强壮 真是 令我心烦呢 王上啊 看样子 我们的政策 可必须改一改啊 那么 你们有什么好方法 就这样 他们商议出一个可怕的方式 命令以色列的两个接生婆 只要接生的是男孩 就把他弄死 如果是女孩 就留下来 免得男丁 成了日后的后患 奇妙的是 这两位接生婆 因为敬畏上帝 宁愿冒生命的危险 也不愿意杀害男婴 没多久啊 法老王就把他们招到面前来盘问 你们 两个够大胆 居然违背我的命令 王上 王上 我们不敢啊 王上啊 请你听我们说 那些西伯来夫人啊 真的是好健壮啊 是啊 王上啊 我们还没有踏进门啊 他们的孩子就出生了 我们啊 碰都还没碰呢 哎呀 孩子自个儿碰出来的 原本埃及法老 要暗暗地用诡计 害死西伯来人的男婴 没想到因为接生婆们 非常的敬畏上帝 而为西伯来人 留下不少的男孩 传到书八章十二节说 敬畏上帝的 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 终究必得福乐 因此上帝后代接生婆 赐福给他们 使他们成家立业 不但有自己的家庭 也有自己的孩子 看样子法老的两个坏主意 都没有成功 你认为法老王和他那些大臣 会就职罢休吗 我们等着一起来听 下一个故事吧 亲爱的小朋友 如果你是接生婆 你听到了这样的命令 而这个命令跟做法是不对的 也不讨上帝的喜欢 那么你会怎么做呢 每次我们在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 可能心中都会有一些考虑跟挣扎 到底我们是顺从强权呢 还是冒生命的危险 来讨上帝的欢喜 求上帝在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心中工作 让上帝带领你做最好的决定 好 现在跟迪布拉牧师一起来祷告 把你的眼睛闭起来 手和上 亲爱的天父上帝 孩子感谢你 透过西伯来人的故事 让我看见你的奇妙安排 有时我们可能再做一件危险的决定 但是知道只要是对的 你也会保护及带领我 愿你也帮助我 成为一个敬畏你的孩子 凡事都讨你的欢喜 孩子这样祷告 来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